你們在做的時候,千萬不要亂刪 千萬不要亂刪那個頁面裡面任何的DIV 頭尾都一樣 因為剛剛有同學是可能中間斷掉了 不小心把什麼斜線DIV或者是開頭DIV刪掉的話 那這個頁面整個結構就垮掉了 就跟房子倒塌一樣 你完全沒辦法 那到底少了哪一個,說真的還頗難找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把它重新改回來 倒塌,你乾脆把這個頁面重做還比較快 那做的方法當然,比如說你就把這個頁面Delete掉好了 Delete掉之後,你怎麼重建,你點過來之後的話 它這個就不見了,你可以在上面怎麼樣 游標放這裡,再利用JQ Mobile插入一個頁面 然後把這邊HOME再補上去 Enter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它的結構就會比較完整 特別是它的結構一定是 一定是整個是一個page 有沒有 它是DIV到DIV 然後第二個DIV是這個header到哪裡 到這個header header的頭 到這個斜線DIV 那內容的話是這個content 到這個content 所以它會有 算是三個結構吧 一個是整個頁面 整個頁面一個DIV 頭一個DIV 內容一個DIV 因為我沒有頁尾 如果頁尾的話也是頭跟尾 那只要這個結構有一個lose掉的話 後面的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像有同學 到底哪裡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不如重做會比較快一些些 而且 你只要 所以 還是不要做錯了 你做錯後面就跟著錯了 不然你就是這個地方重新再來過吧 我覺得來過可能還比 比較快一些些 OK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剛剛同學犯的錯誤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是把這個 大概做出來 長得類似像這樣 反正一個namebar 一個list view 點擊進去的話有button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上面有個back 有個back就可以了 今天大概就是這幾個東西啦 back 這個back怎麼做出來的呢 這個back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加一個back 只要特別注意喔 選取的時候 特別注意你要加一個back頁面的話 第一個呢 請你在哪裡呢 最新消息的 這一個整個page選取 選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整個頁面選取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 效果呢 只會套用在page 如果說你選錯了 像我的同學這樣 隨便點一個地方 他的那個效果是在 這個第一個 叫做data add back btn 實際上就是back button 增加一個什麼呢 一個back button 記得喔 你游標不要放錯位置喔 一定要選取 再把這個地方 加上這個等於true就可以了 後面有沒有 true的話呢 表示說呢 他預設是沒有 預設是false 沒有 那你可以把它改為true 選取這個整個 然後一樣的方法 選這個 整個選起來 特別要整個 怎麼知道整個選取 點那個外面這個框框有沒有 點擊他 整個就選起來了 包含就整個page了 然後呢 再把這個地方改為true 這個也是一樣 改為true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即時一下 點新書登場 有back 點認證課程 也有back 這樣就感覺 還蠻流暢的 OK 不過呢 你會覺得 就是說 那這個back 感覺好像醜醜的 老師這個顏色 可不可以變更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他的那個 字喔 我不要back了 可不可以改一個 就是 回上一頁這樣子 回上一頁 等等的 就是說呢 這地方也許這邊是中文 那這邊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當然都可以 所以第一個 如何增加那個 如何增加那個 頁面裏面的 回上一頁的功能 記得喔 整個選取來 這個為true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Data Bag 這兩個啦 我剛剛講的顏色 有沒有 Data Bag Button的什麼呢 Sing 就是 背景的顏色 那一樣啦 如果要改成黃色的話 我就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 黑藍 銀灰 黃 黃色 那 文字如果說我不要back的話 我要改成什麼 比如說回上頁的話 那你就可以啊 一樣喔 就直接選那個 這邊 這邊跑掉 這個地方 整個把它選起來 剛剛蓋掉 OK 那記得就是 點這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剛剛改一個 第一個 記得選取 一定要選正確 所以你的動作一定要 切實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的 這個是第一個 要選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改為True 第三個的話呢 改顏色 第四個的話呢 改它的文字 好改完了對不對 來看一下效果 及時一下 點一下 OK 回上頁 有沒有 顏色改成黃色的 所以 如果說呢 你希望 其他底下的頁面 當然 一樣增加 那個回上頁 不過你可以做不同的顏色 或者是 給不同的文字 等等的 那今天大概就是把這些效果套用上去 並且把它存起來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最後呢 請你把什麼呢 把我們做完的這個 把它做存檔 大概已經做完了 存檔 這邊有儲存檔案 那你可以把它關閉了 然後呢 記得就是說 把那個 102 App 記得把它壓縮成什麼呢 VIP 因為上個禮拜考試的同學 考試的時候 一直有同學一直問我說 要怎麼壓縮 我覺得 因為考試 記得你是考試 所以 我當然很想要教你 可是我覺得 考試就是考試 所以你會不會 所以 還是有同學呢 給我的檔案 是7z 或者是說 壓縮的東西 就是不對的 我不知道 有些同學 其實說真的 我們上課 我當然很希望 竭盡所能的 把我會的交給各位 但是我覺得 彼此互相 看得出來 有些同學就是 當然 感覺的 不是那麼好 不過盡可能的 有些同學 我不知道 現在 既然你們 已經選擇來 大學 而且原置 也不是太差的學校 至少你來 你就把 至少該有的樣子 你給我看一下 不要讓我覺得說 這個 不是說 很好 坦白講 因為 上課 我要準備 教材 上課 看起來 其實沒什麼 可是你會發現 這裡面 有太多東西要記的 為什麼我記這麼熟 因為我至少做了 超過10遍 20遍 30遍 可能有時候上百遍都可能 OK 那為什麼你們做不熟 因為你們才做第一次 所以你要把一個專業做到熟 當然我不是誇耀說 我有多少能耐 但是說真的 我想一想 我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就是設計 所以我也做了20幾年了 所以在城市設計 領域裡面 還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東西 OK 所以最後記得 請你把那個網站 壓縮成VIP 第一個 OK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是需要 把這個壓縮之後 再轉成 手機可以安裝的那個App OK 給它畫面先畫給做一下 喔 谢谢大家